而今年暑假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保密到家的国外造型球也正式的公布 台东县政府表示今年将由全球唯一台东限定的Hello Kiki领军带领着30颗国内外造型球在台东路野高台热闹的登场 其中更有20颗国外造型球是首次来台,周周都会有新球在路野高台和球迷们来相见欢 日前县长劳庆龄在路野高台宣布今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活动时间以及音乐光雕的场次 让不少民众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到台东 而台东县政府交官处也在今日公布了今年的追求日志 其中更包含了今年将来到台湾的国外造型球的资讯 今年大概会有22颗是国外的造型球会来到台湾 而且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各国的球 比如说美国、巴西、英国、还有日本这些不同国家的球 这是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不同的类型的球 所以包含比如说我们讲好了动物 动物大概就有老虎,有大老虎,有小老虎,有鹿先生,海里面的还有鲨鱼 那这些都是有不同的动物的造型 是很可爱的造型 比如说交通,在地上有F1的赛车 所以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段 那会有新的球能够加入到这整个的陆野高台上面的展示 所以对于所有全球不同的造型球热爱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次45天的时间 利用不同的时段来到陆野高台 然后来欣赏或是跟您所喜爱的造型球能够来一起拍照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特别推出来的 连同国内的球加起来大概差不多有30几颗 县府交官处也表示 近两年的活动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此有缩减了活动的规模 今年为了不辜负球迷的期待 积极地邀约各国的造型球 并确定至少邀请到20颗首次登陆台湾的造型球 要让在热气球季的期间 每周都有新球登场 要让游客大饱眼福 欢迎想要欣赏热气球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